大家好 今天是11月9日 星期一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开始 海外哪些华人会被注销户口呢 11月1日起 中国开始第七次人口普查 据称有700多万名人口普查员已经开始上门登记 据人民日报报道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普查范围 不仅包括在中国境内的自然人 比如内地居民 港澳台居民 外国人 同时还包括在中国境外 但尚未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 比如驻外食管人员 出国留学人员 外派劳务人员 人口普查并不包括在中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同时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对于那些因为疫情 没能及时回国的留学生和短期工作人员 需要由家人协助在户口所在地提供相关信息进行普查登记 所以目前仍在国外的留学生们 务必要提醒家人协助办理 相对于之前的人口普查 今年首次增加了身份证登记 并且全面采用电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 同时还增加了普查对象自主填报的登记方式 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自主填报 比往年减少了不少人力物力 而对于部分海外华人来说 最为关心的是此次普查是否会涉及到户口问题 早在今年6月份 新华社就曾报道称 国安部正在部署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户口整顿工作 人口普查机构将会对户口进行摸底与整顿 根据全国多个地区发出的通知来看 加入外国国籍和在国外定居者要注销户口 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因此所有外籍华人都需要注销户口的这一条规定比较好理解 可是对于境外定居的这个概念 确令很多华人和留学生疑惑 很多人都不确定自己是否在销户的范围之内 首先一个疑问是 是否出国一年以上的人员就需要注销户口呢 答案是不需要 中国公安部曾在2003年公布的一项病名措施中规定 取消出国出进一年以上的人员注销户口的规定 但是在国外境外定居的除外 第二个问题是 是否在国外拿了永久居留权 也就是PR才是定居在国外呢 根据法律规定 有两种情况可以被视为是定居海外 第一种定居是指 中国公民已经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 并且已经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 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 所以如果在加拿大取得永久居留权 并满足上述条件的华人 是需要注销户口的 第二种是指 中国公民虽然没有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 但已经取得住在国连续五年或五年以上的合法居留资格 并且五年内在住在国累积居留时间不少于30个月 也被视为是华侨 而根据规定 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在外学习期间 或者是因为公务出国在外工作期间 均不视为是华侨 此外 如果中国公民在海外定居的情况下被注销了户口 未来如果回国长期生活 也可以恢复自己的户口 但是如果恢复之后依旧没有长期在国内居住 还是有可能被再次注销户口的 因为户口是用来证明持有者为常住人口的标志 既然并非是本地的常住人口 也就没有了保留户口的必要性 苹果农场40人集体感染 Costco有该家热卖产品 根据CBC报道 安省的一家知名苹果农场Martins爆发了严重的疫情 40名农场工人集体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大部分是持临时工作签证的外籍工人 该农场所属的公司总部位于滑铁炉 农场经营者在采访中透露 10月30日农场得知有一名工人确诊 随后农场便安排了所有的工人 进行病毒检测 一共查出40名工人确诊 根据当地公共卫生局的调查 该农场的此次大爆发与封闭的生活条件有关 农场所有的外籍员工均居住在集体宿舍 无法让他们保持社交距离 目前已经确诊的外籍工人 被安排在当地旅馆进行强制隔离 安省本地工人则在家中隔离 当地卫生官表示 虽然苹果农场爆发大规模的集体感染 但是对当地社区和公众健康带来的威胁很小 因为这些确诊工人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内 据悉 该苹果农场的主要产品除了苹果之外 还有围绕苹果的加工食品 如苹果醋 苹果干等 该农场生产的包装苹果干 是Costco的热卖零食 加拿大Costco官网一包Martens苹果干 售价8.99加元 而Costco最近也有在卖他们农场的新鲜苹果 小编上周也是刚买了一箱 而该农场生产的苹果多达18种 几乎包括了所有大家在超市见过的苹果种类 目前尚不清楚这家苹果巨头 究竟都给哪些超市供应新鲜苹果 不过农场经营者表示 新冠病毒并不会因为受到确诊工人的处理 而转移到农产品上 但苹果作为人们最常吃的水果之一 还是有不少人会担心 该农场出产的苹果是否真的安全呢 加拿大订购疫苗实验有效率90% 特鲁多表示看到曙光 根据彭博社报道 加拿大联邦政府在8月份 曾订购美国辉瑞制药的疫苗 目前辉瑞制药宣布了第三期的临床实验结果 在对4万3千名参与者进行临床实验之后 90%有效 并且没有出现严重的安全隐患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得知该消息之后 表示终于看到了曙光 但特鲁多也敦促人们不要放松警惕 因为疫苗90%的有效数据仅仅是出奇的 而且想要等到疫苗大规模的投入使用 还需要等待几个月的时间 据悉 加拿大在今年8月曾与辉瑞制药 签购2000万支疫苗 目前正在谈判追加购买剂量 多伦多传染病学专家伯格奇表示 对于疫苗有效的消息 还是要秉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 仍然需要更多的数据 来证实疫苗的真实效果和安全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再来证实疫苗的真实效果和安全性 再来证实疫苗的真实效果和安全性